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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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别是渤海凤来岛的凤来珠 火岛上的火鼠皮衣 以及天兽海龙井上的龙珠 谁能第一个拿到其中任意一样回来 他就架谁 尽管明知三件宝物是所罕见 但敢为美女群下轨的三人 还是相继出海 而在当夜 茄叶的水晶球突然闪烁不止 他从水晶球中得知了自己是月亮上的人 原来在某个月圆之夜 他和同伴陈允时出行 却遭遇劫难 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与此同时 天皇也爱上了茄叶的美貌 想娶她进宫 却三番五字遭到茄叶 以等待寻宝三人归来为果为由拒绝 天皇不服气 宣布亲自评判三人的胜负 他坚信 世人根本没人拿得到 只有神话传说中才有的宝物 几天后 除大友外 其余二人都以高调归来 但他们交上来的宝物 都是找工匠纺制的赝品 天皇当着茄叶的面 揭穿了二人的把戏 并把他们免职查办 而大友为了找到龙珠 真的抵达了天寿海 并经过生死搏斗 斩杀了巨龙 但他发现龙井上并没有龙珠 另一边 田姬女不希望茄叶离开 便偷偷将水晶球抛入江中 却不料茄叶竟有此意并不起 归来的大友看到茄叶病重 心疼不已 他在田姬女的告知下 只身潜入江底 寻回了水晶球 康复的茄叶与大友互诉中长 大友用勇气和行动 证明了自己对茄叶的爱 但遗憾的是 月圆之夜很快就要到来 茄叶不得不面临离开 焦急的大友向天皇求助 天皇无法忍受美女 就这样被天外来客带走 于是派重兵镇守竹曲家的府邸 月圆之夜如月而至 巨大的飞船从天而降 任天皇的军队如何攻击 都伤不了飞船分毫 最终伴随着一束直观夜空的光柱 茄叶飘然而起 在众目睽睽之下 宛若嫦娥崩月一般 被带离了人间 伤心的大友望着茄叶临去的身影 渐渐化作一缕星光 痛苦不已 好在这月亮之上的人 虽然误入人间 遭遇了人节 却也经历了人情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 主曲物语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